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 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我们整个槟城科技圈 像她这样的 可找不出第二个 这女的谁啊 别去 单亲妈妈 门巢的人 很辛苦 很不容易啊 值得尊敬啊 那当然 别的单亲妈妈 就算离了婚 孩子的爸爸也能帮帮忙 林总监 您就说着吧 不好意思啊 各位 关于明总监的私人话题呢 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呢 来 儿子 这 这什么情况 啊 欣子吗 不是 啊 欣子 不是 他的父亲就是我 五年了 你说 是什么样的缘分 能让两个绝里的人 再一次相遇 再一次相爱 我有时候在想 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安排了呀 或许 是 冥冥之中 那个叫做苏田的女孩 庇佑了她们 你说是不是啊 欣吉 你 你太过分了 说什么一辈子都再也不想见到我 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有多伤心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 但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来 你 来 昨天你问我 是不是喜欢你 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 不言自明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想郑重地告诉你 灵慧 我 你谁啊 陈家俊 藏母男朋友 你怎么会 你要干嘛 我问你 五年前苏天真的只是死于大巴车意外吗 是不是你在最后一刻为了皇命 抢在他面前下了车 也抢走了他奢华的机会 死的本应该就是你对不对 是你害死了苏天 是你害死了苏天 我是秦姐姐 秦姐姐